剩一點時間把OS的套件 把它稍微講一下 它主要能夠做什麼呢 包含就是建立目錄 刪除目錄 重新命名 刪除檔案 那當然建立檔案是另外的 所以呢也許我們可以練習什麼 底下我這邊有幾個 第一個總共五個練習 第一個是我們用OSPASS 路徑的部分來練習 這個當然有一些程式 你們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 包含呢我們 想要知道完整的路徑怎麼做 或者是檔案大小 還有呢最後的檔案路徑啊 等等這些訊息的話 也許你們可以 第一個 把那個 有關OSPASS 也許先按右鍵 建立一個 Module Module的名稱也許叫OSPASS 然後呢我先 import什麼 Import這個OSPASS 這個 這個模組 然後呢裡面的話呢 取得目前的 怎麼去取得目前的 路徑 然後把它秀出來 當然把它print了出來的話 裡面有一些 可能未來也許 你要抓路徑的話 可以再從裡面去找找看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把這個 這個放旁邊 比對 放這邊好了 OK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如果我要把它列印出來的話 我只要用什麼 用print 然後後面的話 把這個file name 給print了出來 它會顯示現在我 所在的目錄 然後檔案大小 等等的 我想這個部分 給各位參考 就是 第一個 有關 那個路徑 目錄的相關的 那個 一些訊息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在 練習第二個的話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建立一個新的 檔案 把這拉到底下 其實你們可以 這樣拖拉 有沒有 它就跑到底下 再來的話 第二個 練習是 如果我今天 希望建立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名稱的話呢 比如說我叫做 newfile OK 那裡面寫一點東西 寫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上面的話 有這個content 內容 比如說我放一個 hellopython 反斜線rn就是換行 然後中文測試 反斜線rn再換行 welcome 這個字串的話呢 怎麼樣可以 把它寫出去 變成一個檔案名稱叫 newfile.tst 後面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本來是r對不對 r指的是 讀取 如果說你要把它寫出去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w 表示寫出去 那寫什麼呢 你先要open這個檔案 他就會幫你建一個檔案 然後再來用 這個物件裡面有個方法 叫做write write把這個字串的東西呢 幫你寫到檔案裡面 就可以幫你close掉 那你在根幕屋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個檔案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好 因為我這邊沒有做任何的 這個print的一個訊息 所以他 基本上呢 會把幫我把它print到 我現在的這個檔案的旁邊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專案檔案裡面 這邊即便是按F5 也不會顯示喔 所以你必須要到哪裡呢 必須要到我們 我們這個根幕屋裡面 你才能看到這個檔案 所以我的根幕屋是在 低疊底下 Workspace 因為我放在這邊啦 我前面有講過這個這個路徑嘛 那我就直接 在裡面找到一個new file 把它打開來 看一下 裡面的話就有什麼呢 Hello world 有沒有 換行 中文字測試 Welcome OK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呢 就會存在在我的根幕屋 所以可以利用那個什麼呢 WriteW 去把 資料呢 建立之後 寫出去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寫某個檔案出來的話 可以用一個W就可以了 裡面看到要寫什麼 你可以把 一個 資料 把它寫 用Write的方式 把它寫出 這個是第 第二個範例 所以 第一個是 了解那個 OS配置 相關路徑 第二個的話呢 把檔案寫出 第三個的話呢 如果要把這個檔案 把它 移除的話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 OS Remove的一個 一個 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呢 所以一樣按右鍵 這個應該不用講 按右鍵 你把它 新增一個 這個 這個 名稱 OS Remove 你把 程式 如果 剩下一點時間 如果來不及的話 我底下這邊 都有 程式 你們可以先 拿這個程式 先試一下 那Remove裡面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我希望把剛剛建的那個檔案 把它清掉的話 那要怎麼做 OK 那 特別主要我們可以利用 一樣這個 Import 一定要Import 如果你沒有Import的話呢 他就找不到 這個Remove的方法 特別主要這個Import 因為 他預設沒有把 OS 這個套件 幫你預設引進來 所以你要先加 這一行 再來怎麼樣呢 如果 檢查一下他是否存在 我們可以用剛剛講的OS.pass 點什麼呢 isis 是否存在 然後呢 找一下有沒有這個 有的話呢 就把它Remove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就出現什麼呢 這個檔案沒有建立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 因為目前這個檔案是存在的 那我要把它直接移除的話 直接呼叫什麼 OSRemove這個檔案 執行 OK 他基本上就把它Remove了 所以目前 再切到我們根目裡面看一下 這個檔案是否存在 你會發現 目前已經消失了 有沒有 不見了 所以 建檔可以用Write 然後呢 三檔的話呢 可以用OS.remove 就把它刪掉 可是如果你現在 在執行會怎麼樣 因為我判斷 它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話呢 就跳什麼 跳這個 這個檔案 有沒有 檔案未建立 有沒有就跳ELS 這邊 它沒有建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 刪除檔案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 假設要輸出檔案的話 你可以用 FileWrite 一樣這邊 關鍵在這裡 W 那移除的話呢 就是用remove的方法 可以把它移除 那另外的話呢 針對 還有一個什麼 要建立目錄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MKDIR 所以MKDIR 比如說我要建一個叫MyDIR 建在哪裡呢 建在我根目錄底下 那我可以用什麼 OS裡面有一個 方法叫 MKDIR 把這個目錄名稱給它 那一樣可以remove remove的話就是這邊 RMDIR 我現在已經有了 把它先移掉了 移掉 確定有沒有移掉 你可以按F5 目前這個不見 然後呢 我在MKDIR看一下 執行 這個時候它已經成功了 如果它出現已經建立的話 那表示已經存在 就不能再建立 所以我再到這邊按F5 目前有沒有 再按一下 有時候 要多按個幾下才出現 很奇怪 F5 出來了 OK 那remove的話呢 就直接 再把它 RMDIR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邊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就是了解一下 那個OS的 這個套件的使用方法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1 了解路徑 2是建立 移除 然後呢 建立目錄 移除目錄 這幾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OS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 需要建立那個 5個那個 我們的 這個 這個模組 然後 底下有程式 你們可以把那個 這5段程式 分別 先用複製貼上 先練習看看 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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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